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底对师父有所表示 跟下面这个小杨好好学学 他呢 为提高厨艺 有决心 有行动 咔嚓 就给师父献上了五千八的大红包 这红包不小了 学到啥了 按照小杨的说法 自个儿的厨艺没学到啥 兵法倒是学会了 三十六计之请君入瓮 之前想跟他学他的手艺 在里面做事情的话 他里面就是回收顾客的剩菜 给下一批顾客吃 再加上他这里面的卫生 都是用那些什么浪洋葱 浪的大蒜子给顾客吃 这样很不卫生 他就是炒鸡嘛 炒鸡它是油要呛锅嘛 他就直接把它呛锅 呛得很糊 看不出来 就是把它的香味呛出来嘛 他所以说呛得很糊 看不出来它烂嘛 你在这里做了多少 做了三天 二十六号做 三天就让你接受到 这么核心的机密了 因为在厨房里面嘛 他的厨房也不大嘛 也不大 所以说都是能看见的 小杨说 他来这家店是为了学手艺的 结果对方在菜品卫生上的做法 实在让他看不下去了 得 咱们一块上门看看吧 方便去你厨房看一下吧 可以的 但是你进我厨房 你们就是要这个看店的话 你们应该经过我们的同意 对不对 对 我真是你 对 可以 可以行吗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下 等一下 老板娘带着小杨和记者去了厨房 可以看到 厨房的几个白色塑料盆里 装着剥好的大蒜 和洗干净切好的洋葱 这是冻的 这是冻的 天气太冷冻的 大家都能看到的 这是冻的 你先不要讲话 你摸一下这个温度 这是冻的 这个都是烂的 洗也不行 直接就切 直接就烧的 发霉的你看 老板娘 这个冻的 好像已经没了 这是冻的 小洋葱这些洋葱里边 挑出了几片 她认为发霉了的 可是老板娘认为 这是冻的 并不是发霉 而大蒜 有几颗已经变成了绿色 有几颗头部变成了黑色 记者一颗颗挑了出来 老板娘接过去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就是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在这里料理的时候 在这里 我每次 我在他这里三天 客人吃剩的粉 吃什么的 那三天都是放在这里 然后倒在这里 那四个里可以来看一下的 你是因为在这里导视 然后说 这样都可以看得到 老板娘方便看一下 有的 是你手机里还是什么 绝对没有 没事你掉出来 我看有没有 是在你手机里还是哪 可谁成想 视频没看到 老板娘一个电话 给自己丈夫打过去了 叫他们俩不要走 今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 对 你再走好了 再走好了 你看我们身体操作 都可以拍的 紧接着 老板娘竟然把电门给锁上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你把他锁了是什么意思 有事等老板说 老板说等他回来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要想好 你去敢来 你去敢来接这个事情 你就不要怕麻烦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来就来 想来就走 对我弹势有 办老体 老板你三四而后行 你这是违法的 三四而后行老板 是我担着 事先我担着 你担着 这违法的事 是你说担 就能担得了的吗 过了一会 民警赶到了现场 他刚刚限制 他问一下我做生意 两位门口闹事 说什么事 说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说老板为人处事有问题 做生意有问题 说他做生意不行 离毁别人 背后辱骂别人 在我的员工里面 导致 说人家是非 来个理财 学了三天 第二天就说人家 我可以说了吗 你不行 你来学好 然后交了学费 他说我不交他 但是每样东西我都交了 已经东西都交好了 就是一个他急于求成 想要刷了个地锅机 随后 记者把拍摄到的视频 给民警看了 也把了解到的情况 告知了对方 大伙一起去了派出所 接受调查 很快老板也赶过来 做人不要缺德 什么东西啊 你骂我怎么办 我骂你什么东西啊 我做人不行 你做人 你不要 你不要 来 来 让人说 你不要 这就是派出所 不是 那你居然替他来 你闭嘴 你有用的话早就处理好了 你不是 你听我说啊 你不是替他来解决问题的吗 那你告诉我 他骂我怎么办 我骂你了 他说我人不行 老板人一到 直接就冲小杨去了 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 我不动人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练什么东西啊 这里是派出所 你怎么能不能 你随便报导人家店 你知不知道是 这对人家伤害有多大 有多大影响 你考虑过没有 你什么你都来 你用的食物不新鲜 对顾客有影响 你考虑过没有 用的食物不新鲜 谁吃了有问题 我赔他 这老板说话挺硬的 那我就想知道 这要是给人吃坏了 你咋赔呀 你赔得起吗 食品卫生可不是小事 咱们先不说 万一给顾客吃坏了 产生的什么务工费 也医疗费什么的 人家的健康 你能赔得起吗 那么在这件事上 小杨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教了多少钱 五千八 教了三天 跟我们之前沟通的 都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不教我 对不对 没有说不教 谁不教你 我说我要 我之前 凉菜凉粉 做链 做链 哪个没学 说我做人不行 大哥 粘量不足 我说你做人不行 不会做人 大哥你是气不气 不是 你回答你气不气 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记者他有采访的权 他是有采访的 他不是在采访 我现在没拦着他呀 随后 派出所把情况 已交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来调查核实 而紧接着 老板夫妇俩就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要表达歉意 这两口子到底是咋想的呢 我也为我之前的态度 言语 真诚地道一个歉 对不起 这个原因我们没有 这个没有管理好 没有就是说一些失误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不否认 也不找借口 诚恳地道歉 老板说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对自己的店 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而自己下一步计划 打造一个透明的厨房 让大伙一块来监督 我们的厨房 现在也等于算是半透明状态 那边有窗户 然后我们的高汤 都是能看得到的 然后我们厨房在这里 然后我们厨房的门 也没有风磁 都可以厨房随便进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水池 客人可以进来洗手 或者说用一下水 都能看得到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时的嚣张 换成了如今的歉意 希望两口子是真心道歉 可别是为了挽回生意 不得已而为之 更希望所有的经营者 汲取教训 千万别被一时的利益 蒙蔽了双眼 一旦失去了诚信 那就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今儿了 都说孩子是爹妈的长中宝 是老人的隔膊亲 刚出生不到半个月的小帅帅 却和刚刚成年的妈妈 住在沈阳的一家旅店 不到六平米的房间里 上周五节目播出之后 不少会员朋友 都关注了这位 还没有满月的小宝宝 有的上火 那是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别着急 这节目播出之后 小夏的困境有没有改变 一家三口 现在有安身的地方了吗 电视机前的各位会员都被一个刚满18岁的新手宝妈和一个还没出月科的孩子住在旅店的事情牵动着心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小夏已经从旅店搬出来了 在好些人的帮助下搬到了浑南的一个小区 我现在就在这个小区里面 顺我手指的方向看 这栋楼就是好些人帮小夏租住的一个房子 从房子外表看 楼还挺新的 到这我的心替各位会员朋友放下一半了 但另一半没放下来呢 为什么呢 不知道孩子搬到新居适不适应 小夏现在呢 没出月子 谁在照顾 我们今天来还给小夏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不告诉他 先给他一份惊喜 走 我们上楼先看看孩子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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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不动了不动了 当夫给孩子取这个帅的这个名字 寓意是什么 怎么想起这名呢 这是他们我公公婆婆那边来起的 她说叫帅帅 有好叫媳妇 现在这个孩子吐奶的现象还严重吗 不严重 就偶尔会有那么一点 什么时候从那个旅店搬走来 周四 周四晚 而帮助小夏一家三口在沈阳安家的好心人 各位也不陌生 就是小夏对象的老板 在浑南开一家米线店 这个楼就是老板帮着选的 价也是老板帮着砍的 现在呢 小夏一家三口住的这个位置 离小夏对象上班的这个米线店不远 既能忙工作 也能抽空回家照顾孩子 这里就是小夏新搬的家 可以看到粮食一厅 屋不大 而且装修也比较简单 但是这对于小夏来讲呢 能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心里就有莫大的知足和安慰 能看到呢 我右手边的这些全是好心人 给小夏孩子帅帅捐赠的这些物品 我随手挑戏一下 你看 这有 孩子的贴身衣物 这都是 全是新买的 孩子的小这个小喵店 然后以及揉纸巾等等一系列的 顺着我的方向来呢 这个位置有个厨房 可以做饭 然后这个屋子呢 暂时 就是放着这个宝宝的尿布湿 现在这个孩子的日常用品 已经够用了 然后而且现在孩子这个兔奶呀 还有这个饮食啊 也已经规律了起来 兔奶的现象呢 也已经转好了很多 怎么能吃呢 广义哥说实话帮的 我对象和我挺多 他对我俩也挺好 稍微卖的吧 上我的球单要我看着呢 从我的媳妇是吧 我说你跟我这干嘛 我说我给你看一下 稳定的收入 说公司啥的还都管你 我说我能帮到算多少 这些挺难内容的感觉 他一张哥 给我那点钱 给我那点钱 那我也不能瞅着 对不对 对小夏这两口子怎么评价 我就感觉 这天那小伙 我一直不会没露面嘛 他就说我就怕网上骂了 但是我就说 小夏一直在小伙 一直没抛弃他俩 就是一直在努力挣钱 哥挣钱 就是说在借钱呢 还是啥 就挺在乎他俩 三个多月 小夏一家三口 一直住在沈阳市的 这家旅馆里 对于旅店老板娘的照顾 小夏打心底里 非常感激 现在上楼了 但是小夏永远忘不了 老板娘对于他们一家三口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照顾 旅店阿姨素不相识 但是能伸出援手 就是令我挺感恩的 就是小话 就是你说就是挨到那了 你说也探到那了 你说你家怎么这么小 她都是小孩 还不能看人 知道吗 特别是在我上 虽然妈她跟我没有啥 她就住去 我正常入住 但是我学这么小 在我上 我认识我姑娘 我得留心 出了月子之后 我肯定得常常 经常带着我儿子回去看看 反正我个人感觉 这个旅店阿姨 就你这岁数来讲 叫声干妈都不愧 不愧 一点都不愧 换了个新的住所之后 照顾孩子 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新问题 但是没有啥 就是东西太杂 我现在有点找不着 你今天经验都自学了吗 都是有一些宝妈 让我进去学的 学里面会发那些经验 跟他们学的 小夏真是我见过的 从新手宝妈 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位 现在无论是给孩子 充奶粉 还是日常的护理宝宝 都已经还有经验了 节目播出后 有好心人来看孩子 有爱心企业 指导小夏如何照顾孩子 更有沈阳一家月子中心 愿意免费照顾这娘俩 现在有月子中心愿意给你提供月壳里的照顾 然后也愿意给你爱人提供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吧 就看到那个吧 一直联系不到你 然后的话 后来之后才打的那个大海就这样 然后昨天 然后才联系到了 谢谢你们这么对我帮助 但是现在 真的 真的是有点折腾不起了 再加上我婆婆也过来了 可能觉得照顾孩子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行 那你这样 你要是那个安置下来就好 然后的话 月后小孩这边看一下需要什么的话 然后再跟我们联系一下 好嘞好嘞谢谢 能看得出来 小夏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姑娘 能自己完成的事情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现在孩子的奶奶正在从山东赶来 有了奶奶帮忙 小夏照顾孩子的工作会轻松不少 对于全社会所有好心人对孩子的帮助 小夏在这里想说一声谢谢 也挺感谢他们 祝这个小山上健康成长 谢谢 太安慰了 看着一家三口上楼了 看着孩子饮食规律了 看着小夏照顾孩子越来越上手了 大家伙都松了一口气 好心人太多了 大伙都太暖了 在这咱们大海热线栏目组 再次感谢大家伙对孩子的帮衬 谢谢啊 刚才听小夏说 孩子的奶奶已经从老家山东赶过来了 头一次见大孙 那得老激动了吧 何止是头一次见大孙啊 这儿媳妇也是头一次见 有了奶奶的帮衬 相信对小帅帅的成长会更有帮助 明天咱们热线记者再出发 带着各位会员们的关心和爱 去给头一次看到大孙子和儿媳妇的婆婆 分享喜悦 各位老铁千万别走开 大海热线2022新春台力福袋已经发放了 还没扫码加会员的赶紧吧 福袋只送会员 跟我一起抢台力拼手气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多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笔 收钱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一码就能得到现金红包 最高可得88元 转发的朋友还能天天抄红包 每天加入消费维权法律服务 热线狐狸购9块900 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照去 记住 就送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待遇好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说好心没好报 手机还被盗 这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 热线福大人到锦州 现场观众真讲用 都瞅瞅锦州老铁的热情 热线家人洪大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快家会员抢福大 只听砰的一声响 从前而降一姑娘 咱没事吧 葛洪药膏 葛洪药膏 一剂药 容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桂龙药膏 十万群山 一瓶好药膏 十万群山 出药药膏 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 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 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 大多采自广西十万群山 地道野生 葛洪药膏 只相信 药材好 才有好疗效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试一试 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 尿频 十种常见病症 葛洪牌贵龙药膏 值得试一试 北方嗨购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哈尔滨风味红肠 我们推荐的这款红肠 精选优质冷鲜肉为原料 服以多种香辛料 天然肠衣灌制 古文木烘烤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书肩健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肩健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过年了 送点啥 不知道找我呀 大海热线又来成活了 扫码扫码 高端大骨盖 台里腿脸全摆给 只要你加入会员快扫码 都说三个宝一个岛 这神仙日子也不过于此 我就说小了 啥小了 格局小了 周末赶场 我跟大海去了一趟锦州和葫芦岛 那真是开演技 上顿小烧烤 下顿海鲜小炒 干豆和白梨吃不少 你说这待遇 神仙怎么能比得了 咱说句实话 我到现在我还不打额呢 咱说这饭桶就是饭桶 你倒是给我讲讲 那现场咋样呀 那现场真是老热闹了 小木我第一次来锦州 来之前熟师还挺担忧 但没想到咱们现场的老铁 真挺讲究 你瞅这对我一眼都忘不到头 十年修得同船渡 福大就是摇钱树 百年修得共枕棉 阿门福大不要钱 福大拿回家 长寿八十八 对联贴门口活到九十九 只要大海不倒 老三陪您到老 好 哈哈哈哈 凭啥你陪呢 咋的呀 大冬天穿西服 显你年轻啥的呀 说你这干豆锦州 你就整两句锦州喝 你要质疑全世界呀 我质疑了吗 有吗 我世界都正看着哪的呀 说好锦州话来到聊席不用怕 上周溜的锦州 小天属实冷色 可老铁们是一点不害羞 一听眼睛儿梦能得太力 上台跳舞热情洋溢 眼瞅观众舞跳得这么起劲 大海的队也绝对不能松进 我家来自锦州内嘎 我从小吃着薰鸡长大 都帮子的 上街不叫上街 叫上杆啊 往前上呢 夏天吃着烤串 喝竞瓶泉呢 那呀老牌子 凑来凑去 我们老了 一晃大海热线要迎来第17个年头了 从最开始的给咱们打电话 发短信留言 到如今 家住热线会员动动手指头 就能把心里话和咱们说说 信息时代用上新方式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 男心事啊 需要记者帮助啊 咱们还有特色礼物 大海热线的兄弟帽文化山 什么什么什么环保购物袋 你随便挑 家住热线会员 咱们就是亲上家亲 只要您吆喝一声 咱绝对出手帮忙 见了大海老三真是太高兴了 我是山东的 我回山东我也看这个北方频道 他讲的都是老百姓 日常生活当中的平平淡淡的身边事 多增加真实 在法律方面你增加不少 那个明白不少事啊 祝福你这个大海热线 讲来是越慢越好 大海热线就是好 大海兄弟 热线超 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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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爆这热情的 以后走哪都烧着我 说归说笑归笑 老铁们的热情已收到 下一站 去哪快说呀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作为朝阳人的我 那高低得给家乡父老们 争点福利呀 这事我就定了啊 这个礼拜六 十二月十一号 上午十点 咱们在朝阳市人民公园 北门五十米的 方林装饰舰 给我这家乡父老们 送福袋去 大伙可得珍惜机会 抓紧去现场领啊 锦州和葫芦岛的老铁 看完咱这福袋 乐得那都有嘴都合不上了 字大只好红通通 福字对联洗盈盈 咱们的台力福袋 就像方林装修的风格 和质量一样 好看又实用 感谢把美好装进生活的 方林装饰 对咱活动的大力支持 大伙都别忘了啊 就这个礼拜六 上午十点 咱们在朝阳市人民公园 北门五十米的 方林装饰舰 接着了 你这咳起来没完没了 快用黄金油 咳子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谈 效果嘎嘎好的 黄金油教完 对八新闻板块 嗷嗷给力的支持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或福 你记不记得一种 从天而降的章法 不不 脚法 天上雕下过林妹妹 天空一声巨响 姑娘闪亮登场 这一招从天而降 有点猝不及防 幸亏楼下是超市 不是饭店厨房 得亏下边有架子 缓冲了一下 要不然肯定得摔勾枪 谁啊 这里是以前人家装修的时候 做了一个楼梯 做到他们二楼上的 然后现在就是说 这个楼梯就去掉了 我们就只隔了一个楼板 楼上的那个房东 他的女儿 然后在上面玩 楼板上面一跳就跳下了 人没事 肯定要维修啊 二楼掉下来有救 人家是28楼呢 慢点 慢点 走 爬过去 爬过去 这摔下来不得了 你管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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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在民间 尸首在阴间 在危险的边缘 疯狂试探 在28楼天台上作摇 这熊孩子 真以为自己 是有九条命的猫 你们玩的哪是心跳 那是心不跳 保安间中而是一边劝 一边往下抱 那声响 人家却不以为然 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我看你们胆色过人 将来必成大妻 所以必先打其筋骨 揍其体肤 方能成大事也 还给人家就发在群里面 马上就叫保安去过去了 他从小孩子 把他那个天空顶下 有四个吧 他肚子大 肚子很大 保安把他宝宝下来的 现在通知他们家教的 子不叫父子姑 父亲要是这样 那也是欠教 在这儿他这么大 他就吃不了 还是多多 我不是没吃过香菜 我吃过了很多香菜 你们家的一家姓友 比他们要挖好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世界也还能够清楚 所以说众口难调 可你们不能吃辣 去查香菜馆 再说能吃就吃 吃不了兜着走呗 可这小伙情绪暴躁 衰微微耗 原来不是喝不起一杯饮料 是吃不起一顿香菜 强吃霸王惨 理由荒唐 态度嚣张 但凡吃辣的能力 有脾气一半大 也不至于如此 店家为了其他顾客 用餐体验 并未阻拦 但严惩着失态发酵 小伙的态度 也是180度大转弯 时间紧任务中 吃饭就剧挺放松 等等 看书一目十行 看剧一目三平 二郎神杨简 原来是个女儿神 俩眼睛同时刷三个剧 够用吗 再说了 嘴剧就算了 还把弹幕都打开了 现在看看电视剧 也这么卷了吗 鉴于想追上姑娘的效率 首先你得有三部手机 我就比较厉害了 不用就这剧 我一人也能 吐露三碗面条 动物在进化 老鼠把鱼爽 吃喝不犯愁 何堤来安家 老鼠也知道 合警方好 可俗话说得好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老鼠啊 你不地道 时代在进步 只是改变命运 连老鼠都变聪明 自己更省了 你还有啥理由躺平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今天你透鱼 明天你IT 字儿八卷乱掉一顿喊 挺大老爷们还壮胆 天下武功 微快不喝 不知从哪儿 穿出来的一只老鼠 正在加速冲进厨房 哪里跑 只见厨师大哥 一个连环脚 就把老鼠给制服了 您比我家的猫都靠谱了 一个字 绝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却把我一脚踢开 前脚差点被踢猛 后脚被战术板 斩那只腰钻背腾 妈妈 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 八新闻好看没得说 热线台力福袋别错过 虎年福袋货满满 手机扫码加会员 数量有限 快加会员 没加会员的 赶紧扫码加会员 赢得抢台力福袋资格 已经加入会员的 还是扫这个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右侧的转发按钮 赶紧把图片 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 让他赶紧加会员 他能领红包 抢福袋 你还能参加抽奖 你们都有机会赢得 2022新春台力福袋 说好心没好报 手机还被盗 这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 热线家人 红包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快加会员抢不大 文旅精品 云斩波 线上线下都挺火 快瞅瞅有你家乡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 桂龙药膏 葛红药膏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 桂龙药膏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完中九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碗 老牛可真牛 以前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 打球 也突出 买菜做饭 带孙子 痒痒突出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哎 输肩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肩健腰丸 输肩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里记 男生的注意了 蜜筋被热血红娘盯上了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始终不是压力 收入别太在意 只要你相互 肯定最常号 男美举你为嫁 电视为媒 红娘上架 找对象得先找对红娘 热线红娘相当靠谱 各位单身的老铁 甭管你是知识分子 还是重地高手 甭管你多大岁数 只要您有一颗 想脱单的心 咱们热线红娘 高低给您匹配上 架不住咱人多呀 任您可劲调 但就一个条件 现在你得打开手机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把您的联系方式 择偶条件都发过来 今天加会员 明天就相亲 后天咱就 哎 后天咋的 咱登记的话有点快 那后天咱就约会 热线红娘介绍的 都是靠谱的人 赶紧扫码 发来您的信息吧 接着 说人字这个结构 那是互相支撑的 单靠单打独斗 永远不灵 唐僧取经 先收大圣 然后再收八戒 最后是收的沙僧 刘备要奋斗 先搞桃园结议 再请诸葛军师 我就经常端着这个醋 上对门借饺子 你处到位了 那就是互相帮助了 要是出门在外 里让老若病残孕 那是对绝大多数朋友来说 没二话 境界在那摆着呢 但是万里还有个一呢 这两天 沈阳的小陈就比较寒心 他热心助人 却不想被黑手给算起来 起初这一人说 我们就是为了躲避 一样他怕创造他 跟他有相撞 所以我们就往边上走 走那个死盗 那个死盗就蹦了一下 不是这时候手机就掉了 我们也不知道 就被他剪达了 剪达他本来这个男的 他想玩我 结果这个女的给拦下来 当时就背对着镜头 然后就把这个手机给关机了 李让三分很客气 你却偷藏我手机 跟谁不憋气 这真是太不讲究了 目前小陈的手机 仍未被找回 如果捡到手机的姑娘 看到视频 希望你能够归还手机 至少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 咱能做到问心无愧 老话都说 早餐要吃好 午餐要吃饱 晚餐要吃少 忙时吃干 咸时吃稀 这时代不同了 老黄历就甭提了 现在不缺吃的 关键是怎么才能吃出健康 啥可口来啥呀 大早晨给你来个红烧肘子 合适吗 那也没人给你做呀 你拉倒呗 小羊长得假装挺帅的 那不得吃点 跟形象相符的美味呀 啥呀 燕麦 我还以为啥好嚼勾呢 哎呀 你可别拿豆包不当干领啊 这燕麦堪称是 天然常盗的清道夫 他十多种食材 都汇集到这一起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 它的味道是一下突出出来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糖 不是 我是小财啊 今天咱们来到了铁岭 那有观众要跟我们留言说 就在这个宇宙的尽头 有一样东西 一口吃一口之后了 人体一天所需的营养 都能够被补充 那么究竟是啥好角度 今天带大家伙来看一看 别别 生产线上工人忙 各种好物往里放 实实冲冲一大罐 有啥好喝 割礼藏 我这一罐里面汇聚了全国十几种好的材料 比如说我们的燕麦是产制内蒙殷山 都是磕磕精选 还有比如说我们海南的香蕉片 木瓜丁 还有芒果丁 还有东北的黑豆 玉米 以及优质的酸奶块 虽然这小小的一罐 但是它汇聚了全国的好物 让大家能享受到物美价廉 更丰富更营养的坚果酸奶燕麦 您还真别小瞧了这燕麦片 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喝 汇聚在这么一罐里 您说它的营养价值能低了吗 这一小罐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它含有非常高的膳食纤维 蛋白质 还有很多的钙铁心等微量元素 比如说燕麦 很高的这个蛋白和膳食纤维 这里面含有很多种的水果干和坚果 以及豆类食品 都含有丰富的微蛋元素 含有维生素 可以满足人体每一天的营养需求 燕麦大伙都吃过 如果口感难下咽 再有营养又如何 我们这个燕麦是鸦片精准的 鸦片道是0.6到0.7毫米的 这个厚度的燕麦 用热水冲起来 它要更Q弹 更有嚼劲 如果厚了呢 它就冲不开 如果薄了点呢 就成糊 没有嚼劲了 用这个热水泡了大概一两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用肉眼可见的速度 看到这些原材料 就在吸水慢慢地膨胀起来 另外呢 随着这个热气蒸腾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闻到特别浓的这种燕麦的香味 而且呢 整个这个葱条出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一碗都是特别的浓稠 浓浓的燕麦香味 另外 吃这款燕麦的感觉 跟别的不同 就是口感上方面 这个燕麦呢 有特别的这个软糯的感觉 而且有特别 咬下去之后呢 有那种牙齿厚度的变化 另外呢 就是壁馆里边的这个 坚果也好 或者是果干也好 它吃起来的话 都是特别的香甜可口 那从口味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你别看十多种食材 都混进到这一起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 它的味道是一下突出出来的 所以说做到了 很好的一种平衡口味的一个作用 作为素食产品 方便更是不能忽略 用热水葱 就变成了一顿美味的燕麦粥 用热牛奶葱 就变成了牛奶燕麦粥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丰富的 穀物果干坚果 绝对可以使营养加倍 让早餐变得更加美味 我们这款产品 有两款包装 这第一款包装呢 是这个黄色的 那这款产品呢 叫坚果水果燕麦 那这款产品呢 就是坚果水果多一点 更适合中老年人 那这一款呢 是粉色的 是酸奶果粒燕麦 那这款产品呢 就是酸奶和果粒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这里面 有三种酸奶块 像黄桃的 草莓的 和蓝莓的 那这个产品呢 更适合 想口味丰富一点 这个 精选国产优质燕麦 再搭配上坚果 果粒 酸奶块等 这燕麦吃起来 不但口感丰富 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家里边有小朋友的 喜欢吃燕麦的时候 加点酸奶 这就绝了 每天早上起来 只需要三分钟 就能做一份 营养美味的早餐 不想错过的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 北方嗨购 电商助力品牌发展 全国四家电视台 融媒体联合行动 正在推进中 各位家人别走开 大海热线2022新年台力福袋 已经发放 怎么才能得到 扫码加会员 福袋只送会员 那就赶紧一起 拼手气 抢台力吧 各线会员欢乐多 今天我是红包哥 来来来 现在谁还没有抢到 咱们大海这些红包的 都举个手来 我瞅着 废话不多说 扫码礼物多 微信扫一扫 红包安排拖 微信搜索大海热线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 随时来抢红包 点击抢红包按钮 来助力 把中奖率调高一档 让更多人中奖 把所有扫码老铁的流量费 都给报销了 要整咱就大方的 让所有老铁们 抢的放心 玩的开心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墙 这点红包不算啥 更大福利再后头 找马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消费维权 政策服务 随时为我 随叫随到 刺那了 我就是痒痒脑 没味儿了 我就是调味料 含心了 我就是小棉袄 随手拍下身边新闻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财纳 奖励送上 不套路 不跑路 现金红包停不住 最高88元 现在扫码 再来一波 开墙 已经成为大海热线会员的朋友 扫码记住红包页面 点击右侧 转发继续抢按钮 按住海报 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转发好友 扎得多 红包领的贼快活 如果你也想赢得台利福大 现在方法很简单 沈阳的老铁最方便 沈阳不少户外大屏 已经开始宣传 咱们送福到家的活动了 只要您看到 拿出手机 跟这个大屏来合张影 合影里有我有您 然后您就把这照片 发送到咱们大海热线的 微信公众号里边 每天前十位会员 就送您大海热线2022 新春台利福大 沈阳都哪有啊 大伙听好了 三号街啊 太原街啊 铁锡广场啊 人才市场啊 反正很多地方都有 您就赶紧去合影去吧 说文旅精品云展波 线上线下都停火 快瞅瞅有您的家乡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 也是葛红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 葛红药膏所用的药材 大多采自广西十万生山 地道野生 葛红药膏只相信 药材好 才有好疗效 一斤药 浓缩二两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试一试 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 尿瓶 十种常见病症 葛红牌贵龙药膏 值得试一试 做人讲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生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 谈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完 输筋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要是咱东北一年四季分明 尤其到了冬季 这冰雪项目老牛了 东京旅游选哪里 文旅展播告诉你 信息时代就得用点 方便舒服的云手段 这场有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和我们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台 联合主办的 我和我的家乡 辽宁省文旅精品云展播活动 在辽宁广播电视台 荣媒体演播室举办 想让您租不出户 就看到选到在辽宁旅游的好去处 我刚才在展会上数了一下 这次参展呢 在展会上一共有15个展台 也就是说咱们辽宁省的所有城市 都来参加了这次展会 这个是小石一桩的手工煎饼 你可以尝一下 这个煎饼呢 咱们需要这样撕着吃 这样的就是入口的一话 我还没问两句 上来像为了我一块煎饼 先偷食 先偷食 这就是我们本系人的热情 这为啥咱们今天选这些煎饼来 这个餐饼是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吗 我们景区内不仅仅有餐饮有住宿 然后还有自己家的产品 而且我们还有自己家的商城 然后那个可以进行售卖 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煎饼的话 它虽然是煎饼 但是已经走出国门了 友人带吃喝 有人带好喝 抽抽千身脚下的安山老铁 准备的文创产品 咱这个是松花石做的一些文创的 这些旅游产品 像这是镇齿 熏香 还有这是一个仿树枝 一个笔架 像这是一个平安寇 代表一个城市 代表一个企业 然后可以做定制 上面有这百家性 那你今天为啥要选这些产品来 因为我们参加的是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这个活动 更体现了我们安山市的这个特点 要说这云传播的效果 那是相当给力 当天参与活动话题的媒体机构 和自媒体号就将近50家 各平台直播间观看总人数超500万 全网各平台活动相关信息 总访问量超3000万 把咱辽宁这点压箱底的好喝 拿得出手的好地方展示个变 希望通过这个云上的展播 云上的推广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辽宁的冰雪资源 温泉资源 还有其他的各种旅游资源 冬季的冰雪项目 温泉资源历来都是最受欢迎的 咱们就问问 作为辽宁人 谁没洗过温泉 谁没划过雪 最似也玩过那个爬里 各位辽宁人 抓紧把咱们家乡的好地方 就地介绍给更多的客人 让更多的人来到辽宁做客 来了不爱走 走了还要来 大美辽宁欢迎您 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先落到这 明天晚上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气 接着落 明天眼看着去日变成夕阳 多宽 一年年风霜雨雪变化无常 一辈子谁不想活得有点质量